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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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县城那个可以在哪个东西 哪个东西啊 去拿猪鼠 猪鼠 猪鼠 什么猪鼠 我上次吃的在华龙兄弟他那里啊 他烤一次猪鼠 他那个猪鼠烤出来皮很脆 你看着 这么可爱 这么可爱一个 有点瞎不了手 对啊 要不这次吃不辣的吧 整个 做不辣的 行 我们去买点材料 你看一下什么材料 买点个不辣的话 买点个香菇吧 还有呢 香菇再买点个竹笋 竹笋和香菇 竹笋和香菇 烧个红烧的 不错不错 那行走吧 走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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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来吧 来吧 三百六 五块钱一两啊 五十块钱一两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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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十块钱一两 哪一两都够了 哪一两都够了 哪一两花吃的很多 哪个两三个 哪一两三个 那是很的 这个抓一把嘛 三十百六 三十五 还是不愿意的 五十块钱一两啊 好吧 你干东西的嘛 不错 八块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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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块钱 四块钱 八块钱 八块钱 一个 一斤 八块钱 我你爸吃 这很像辣椒 大饭 嘴汁 还要做香辣椒 我们去干什么 萝卜 酱油 葱 这个黄大哥也太讲究了 送竹鼠给我去 这玩意还没吃过的 也是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一个老鼠长得这么大 这不算大了 还有五六斤的 这个三斤多重 下一次剩下的那只我把它做成川味版本了 川味 葱姜 这个肉很特别 皮很厚 但是这个皮看你怎么弄 红烧的皮它很糯 如果是烤的皮的话它又很脆 很脆 对 你说把它从笼子放出来它跑得快不快 会不会像那个 应该跑不快它那么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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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呢我们这个竹竹都就烧好了 我们之前那一步没有放出来是因为太血腥了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竹筑给剁好 剁好了之后用这个来烧 这一步就交给常哥来处理啊 好的 我先帮你剁出来 其实红烧的东西放这个香菇 还有一个笋 嗯 烧出来是特别好吃 这好的食材就简单一点烧嘛 烧原味 好 放点油再放一点点 我加一点我们这个青花椒 其实不辣的菜也可以加点青花椒 这个去腥 去这个腥味 下吧 下 好 下猪蜀 这个猪蜀的皮有点类似那个猪皮一样 比较厚 但是没有猪皮的那么多脂肪 好 放这个大蒜 好 来点点 看出很棒 不是 放这个 香蜡 生一下鲜 放这些鲜 放这个 好 放这个 放这个倒抽 加香 好 好 这个开小火炒小火 小火翻炒 这颜色是不是收掉了 老抽下锅了以后要开小火慢慢炒 它才会上色 大火炒的话它反而会变黑 它的皮已经开始收紧了 对 包一下 好 加这个 把香菇和干粉炒两下之后就可以加碎了 一大锅 感觉这个锅都有点小了 是吗 现在就慢慢炖吧 好 慢慢炖个半个小时一下 加点料酒 好时间到了我们开盖吧 哇收的好红啊 小耳 大家看一下这个锅收的特别特别浓 其实这个鸡鸭我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 特别的好 这个销到差不多了我们放蒜苗进去 滚一下就差不多了 哇 这一锅煮个手 哇 就像是一样的 这个锅 就是一样的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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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个扁度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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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开饭了强哥 走 来强哥吃一下这个 这个猪手 尝一下 这是你做的 这个鸡蛋 所以我说这个烧的时间要长一些 要不然咬不动 它皮很厚 挺好吃的 它这个皮真有特点 我感觉这个皮的鸡蛋 鸡蛋 特别多 这个笋子很脆 很香很脆 然后这个香菇的话主要是增香 尝一下香菇 还准下饭咋得 很适合不吃辣的人吃 鸡蛋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